雅女在浴室里养了一只怪物 她深情地看着对方 随后做了一个意味深长的手势 怪物竟然瞄懂她的意思 只见雅女将浴缸和洗手台的水龙头拧开 任由水流慢向整个浴室 然后扯下毛巾 将门缝堵得严严实实 紧接着退去了自己身上的衣服 手慢慢向怪物伸去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浴室里的水已经快要淹没天花板了 雅女深吸一口气潜入水中 和怪物紧紧相拥 享受这一刻的水乳交融 很快水从地板 窗户一出哗啦啦的水声 成功把楼下的老画家吵醒了 她闯入雅女家 看见水穿透浴室门板 不断向外喷涌 她迟一片刻后 将门一把拉开了 水瞬间倾泻而出 而浴室内的两人 似乎已经办完了重要的事 怪鱼身上散发着悠悠蓝光 雅女也是一脸享受的样子 老画家知道自己来的不是时候 便悄悄把门关上 事后她还是向雅女爱丽莎表达了震惊 画家虽然知道的对方从小不能说话 性格孤僻没有什么朋友 内心深处一直渴望着得到关心和爱 但完全没想过 两人会开始一场人受恋 爱丽莎和怪物的相遇 要从几个月开始说起 因为不会说话 也没什么技能 爱丽莎只找到了一份 夜班保洁员的工作 每天的生活 都是从夜晚开始 起床后的第一件事 是洗澡 这也是她一天中最惬意 最享受的时刻 虽然生活辛苦 但爱丽莎还是把日子过得一丝不苟 每天为自己准备丰盛的晚餐 把上班穿的皮鞋擦得正亮 出门前 还不忘到楼下 看望同样独居的老画家 两人是彼此唯一的朋友 在没有什么盼头的日子里 爱丽莎的愿望 可能是拥有一双红色的高跟鞋 但这与自己的形象相差太远了 导致她迟迟没有入手 生活就是这样 既有念想又怕打破现状 爱丽莎上班的地点 是政府的秘密研究基地 看似高大上 但她干的是最基本的保洁工作 这么多同事中 只有画牢黑姐愿意和爱丽莎说话 一个不听说 一个只会听 非常互补 今晚的研究基地内格外热闹 新的科研团队将入住这里 而被研究对象 关在了一个大型水箱中 神秘的不行 爱丽莎从来没见过这么大阵仗 忍不住凑近了看 博士生怕弄出什么乱子 连忙把他们都赶出了实验室 虽然彼此没见着面 却是爱丽莎和怪物的第一次接触 自从新项目开始后 清洁工便没什么机会走进实验室 每天只能洗洗厕所 直到一次意外的发生 爱丽莎和黑姐正吃着饭 催促两人带上工具跟自己来 紧闭了许久的实验室 大门终于被打开 只见地面上全是斑驳的血迹 所有人都意识到出了大事 但也不敢问 只能埋头清理 原来在不久前 被研究的怪物袭击了保安队长 爱丽莎清理血迹时 在角落里发现了两根被咬断的手指 她小心将手指放进纸袋中 种种迹象表明 怪物生性凶残不太好惹 但爱丽莎还是对这个未知的生物 充满了好奇 听见水箱里传来怪物的嘀吼 她不自觉地向前走去 也终于见到了对方的真面目 怪物类似人性 皮肤成暗蓝色 还长了逾奇 但来不及仔细观察 爱丽莎的上司已经走进来检查工作 她便把剪刀的断纸交给了对方 从那天起 爱丽莎对怪物产生了更浓厚的兴趣 工作之余 会找机会悄悄溜进实验室 驻足于水箱前 但她很快发现 怪物已经被转移到一旁的开放水池中 这意味着他们可以有更近距离的接触 爱丽莎丝毫不恐惧 她坐在水池边上 拿出煮熟的鸡蛋将壳包开 这一举动也成功引起了怪物的注意 脑袋悄悄浮出水面 用大眼睛打量着爱丽莎 随后慢慢游到池边 站起身来 虽然已经见过几次 但怪物丑陋的模样 还是把爱丽莎吓猛了 她紧张地把鸡蛋递给对方 而怪物也毫不客气地一把接过 随即又钻回了水中 自从这次近距离接触后 他们的关系也变得熟络起来 美女在水池边放了一排鸡蛋 竟是为了吸引一头怪物 看见对方慢慢浮出水面 不仅不害怕反而一脸欣喜 事实证明 友谊和爱情都是可以跨越物种的 虽然无法交流 但能通过音乐联系感情 寝到深处时 爱丽莎还会拿着拖把跳舞 怪物则在一旁默默注视 奇妙的氛围悄悄蔓延开来 他们不知道的是 所有的行为都被实验室博士目睹了 博士大为震惊 这些天来研究一直没有突破性的进展 原以为怪物性格凶残不懂人性 没想到在爱丽莎面前 她却展现出了另一面 博士认为 怪物身上仍有非常大的研究价值 这天爱丽莎像往常一样 带着鸡蛋溜进实验室 却发现怪物被铁链五花大绑在实验台上 身上的伤口还渗着血 爱丽莎还没反应过来是什么状况 门外就传来了声音 她连忙躲到了一旁去 原来虐待怪物的 是不久前被咬断手指的保安队长 甚至手上的伤口还没有痊愈 只见她拿起电棍筒向怪物 怪物随即发出痛苦的惨叫声 爱丽莎听的发出 虐待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 直到实验室的门重新打开 一位将军走进来视察工作 此时怪物已经倒在了血泊中 但将军并不在乎 他只想知道怪物有多大的本力 能不能用来对付苏联 得知目前研究还没有多大进展后 竟然吩咐几日后将怪物杀掉解剖 进行更深入全面的科学实验 但博士不同意出言反驳 奈何对方军衔太高 他根本没有反对的权利 实验室内所有的对话 都被藏在一旁的爱丽莎 听得清清楚楚 她现在只有一个念头 要把怪物救下来 下班一到家 她就跟老画家商量这件事 对方认为这个想法太疯狂了 根本不可能成功 但爱丽莎不停用手语比划 向画家讲述这些天来 两人相处的情况 虽然她不能说话 但画家已经从动作和表情中 深刻感受到 爱丽莎与怪物之间的情感 最终她被说服了 决定共同完成这个不可能的任务 同样想拯救怪物的 还有实验室博士 他把将军的决定反馈给了上司 原来博士的真实身份是苏联间谍 他希望苏联能出手救下怪物 上司自然是不肯冒这个险 但也不想美国把研究继续下去 上司给了博士一剂毒药 让他找机会将怪物毒死 这样一来怪物的身体和器官 会因为受到药物污染 失去研究价值 面对这样的决定 博士非常失望 似乎已经没有办法帮助怪物 摆脱死亡的下场 解剖手术就在今晚 博士已经在厕所里准备好了毒药 然而等他走进实验室时 却留意到监控画面有一丝一样 他的大脑飞速运转 意识到事情不简单 似乎有另一个组织和他有同样的想法 要把怪物救走 事实上在掰动摄像头的 正是爱丽莎 她已经和黑姐 老画家做了周全的准备 打算里应外合 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 按照计划 爱丽莎会先把怪物藏在清洁工具车内 再悄悄转移到停车场 让老画家开车将它运走 然而行动才刚开始 博士就来到了实验室 爱丽莎的脸上写满惊恐 以为计划要黄了 没想到博士是来加入他们的 两人合力将怪物塞进车内 她还交给爱丽莎一盒矿物盐 因为怪物必须活在盐水中 不仅如此 博士还用上司交给她的炸弹 炸掉了基地的供电系统 用毒药堵死了停车场的保安 众人齐心协力 越狱计划得以顺利进行 怪物成功转移到了车里 老画家猛踩油门 汽车迅速驶离实验基地 等保安队长带着手下赶出来时 他们已经逃之夭夭了 这两个疯狂的人类 竟然想在浴室里养一只怪物 只见他们把怪物丢进放满水的浴缸中 又撒上一大盒矿物盐 谁知怪物还是一副呼吸困难的样子 来不及思考 爱丽莎匆忙跑进厨房 找来一大罐食用盐 猛地倒进浴缸中 此时怪物已经虚弱地闭上了双眼 难道这个怪物收养计划 还没开始就要结束了吗 好在几秒钟后 怪物长须一口气 活了过来 脸上还露出了笑意 爱丽莎悬着的心终于放下来了 为了让她好好活下去 每天都需要购买大量的盐 爱丽莎还会叫怪物看图认字 老画家则喜欢向怪物倾诉心事 大家相处得非常和谐 但怪物终究是从实验室偷出来的 将军已经命令保安队长彻查这件事 他仔细检查后 终于发现了电房里的炸弹碎片 如此特殊的装备 不是普通人能弄到手的 而且怪物在短短几分钟给内 就被顺利运走 保安队长断定一定是专业团伙作案 没准实验室内还混有间谍 虽然爱丽莎和黑姐也接受了调查 但并没有人怀疑两人 他们还是跟没事人一样正常上下班 然而今天爱丽莎下班到家时 却发现老画家受了伤瘫坐在地上 一问才知道 原来今天和怪物聊天时 他不小心睡着了 对这个世界充满好奇的怪物溜到了客厅去 还偶遇了一只超凶的猫咪 怪物从来没见过其他生物 自然要凶回去 等画家发现时 猫咪已经失去了他的头 怪物似乎意识到自己做错事了 丢下猫咪尸体冲出了家门 还不慎划伤了画家的手 爱丽莎了解完情况后 立马跑出去寻找怪物的下落 要是被其他人发现了 事情会变得不可控 在楼下的电影院里看起了电影 爱丽莎连忙将她带回家 看着受伤的老画家 怪物向她表达了歉意 先是摸了摸对方的头 又用手掌覆盖住画家手臂上的伤口 随后便乖乖回到了浴缸中 爱丽莎也并没有责怪她 反而轻轻抚摸她表示安慰 谁也没想到 更离谱的事情发生了 两人在肌肤接触的瞬间 一种奇妙的感觉油然而生 怪物甚至将手伸向了爱丽莎的衣领 太荒唐了 她下意识地逃离了浴室 然而这种奇妙的感觉 却始终挥之不去 爱丽莎坐在椅子上反复思考 最终她不想再再被世俗伦理束缚 她重新走进浴室 将身上的衣服一件件脱掉 跨入浴缸拉上浴帘 之后发生的所有事情 都是顺气自然 自从那晚之后 爱丽莎变得开朗了 甚至还买了那双 她一直不敢入手的红色高跟鞋 每天迈着轻快的步子去上班 黑姐自然明白发生了什么 甚至毫不避讳地 询问爱丽莎的感觉 至于是什么感觉 咱也看不懂 虽然这样的时光很美好 但新的问题也渐渐显现出来了 因为长时间生活在 质量不达标的水中 怪物变得越来越虚脱 身上的鳞片也在不断脱落 爱丽莎意识到 她无法永远留在自己身边 终将回到大海 于是便有了放生计划 根据预测10号是个雨天 是要有充足的水量 它就能让顺利回到深海 然而在等待这天到来时 发生了许多变故 实验室保安队长 已经查到了博士头上 虽然他试口否认 但已经被监视了起来 而博士的苏联上司也意识到 他已经背叛了组织 放走怪物捅了大篓子 计划先与美国下手 将博士干掉 10号晚上 天果真下起了暴雨 苏联上司也开始动手了 他将博士抓到郊外连开树枪 刚准备下死守时 一直监视博士的保安队长 也赶了过来 他开枪击毙了苏联上司 又将奄奄一息的博士暴揍了一顿 逼迫他说出怪物的下落 到最后 博士只留下了一句 他在你意想不到的人手中 便去世了 保安队长反复琢磨这句话 突然就顿悟了 立马把侦查方向 转到黑姐和爱丽莎身上 黑姐非常仗义 面对威胁依旧装作什么都不知道 没想到他老公竟是个耸包 三两下就招了 连带把今晚的放生计划都说了 得知怪物在爱丽莎手中 保安队长立马驱车赶到码头边 此时爱丽莎和画家 也搀扶着怪物来到了这里 磅礴大雨中 怪物最后一次摸了摸画家的头 又用手语向爱丽莎道别 突然几声枪响 子弹分别击中了码头上的几人 无序多想 一定是保安队长干的好事 他们还没反应过来是怎么一回事 便相继倒在了大雨中 保安队长走到爱丽莎和怪物身旁 嘴里念念有词 仿佛在宣布最后的胜利 正好给了画家反击的时间 只见他捡起一旁的木棍 向保安队长的头砸去 与此同时怪物也站了起来 他身上散发着幽兰的光线 伤口已经通过强大的超能力自愈了 怪物毫不犹豫地给了保安队长致命一击 随后抱起奄奄一息的爱丽莎 跳进了大海 然而到这故事还没结束 海中怪物深情稳向爱丽莎 几分钟后 爱丽莎脖子上从小就有的三道伤疤 突然张开口里也冒出来气袍 似乎已经净化成了鱼鳃 能在水中自由呼吸 他们紧紧拥抱在一起 慢慢沉默于深海 直到消失在大家的视野里 两人会在未知的世界中 开始新的人生